从亲一生就能把人砍对半的 武士刀模拟器《潜龙》电影觉醒 到少数能够与恶魔猎人相争 史上最华丽动作游戏《魔兵惊天录》 更别说他们下一款作品 《尼尔自动人行》 在全球引发了无数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入讨论 事实上每当白金工作室要突出款新游戏时 不要说玩家来 整个游戏产业都会特别去留意 原因很简单 他们家这十年来 已经出了好多个 可说是动作游戏史上最经典的几款作品 那自然而然 白金今年这个全新IP《异界锁链》 Of course 看起来是千力满满啦 同时间结合了一个独家兴奇的锁链战斗系统 以及这个超像Cyberpunk 2077的酷炫科幻设定 这一款Switch的独占游戏 我知道早已空降成为不少玩家的年度期待游戏了 因此如果你跟我一样 等不及要玩的话那么 Hello my boy 我是皮卡丘 趁着游戏发售前我们来讲 时间在买《异界锁链》之前 可以先知道 谢谢 Let's go 第十 众星云集 虽然很多人应该是一听到这款游戏 是白金工作室署名 就已经买单了 不过我一定得提一下 其中参与开发的有几位 可是明星级的大佬呢 首先最明显的这些帅气的角色设定 正是由漫画家桂正和负责 他之前的作品有 Zatman is 跟那瑟瑟我小时候最喜欢的 DNA平方等等 游戏总监是由田普贵酒担任 之前是尼尔自动人型的首席游戏设计 接着重头戏来了 亲自督导这个企划的是位传奇的制作者 魔兵惊天录的创始人 神谷英树先生 所以考虑这作品背后这些威猛开发人才 我猜异界锁链还真有机会成为白金工作室下一款招牌游戏 甚至可能超越之前的经典哦 第九背景设定 游戏是发生在一个位于巨型人造岛上的科幻Cyberpunk城市 名叫方舟 在2043年时 彗星撞击的地球 导致异次元之门的出现 整个世界都被一种叫红物质的东西 污染到几乎无法居住 方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为了要保存人类幸存的文明所建立的 接下来人们是有在这个孤岛城市上 享有段和平的时光 可是万没想到 灾难再度降临 某天异次元之门又忽然开始出现 一些叫做Chimera的异界生物 入侵了过来要攻击我们 第八新任特警 为了对付这些新的威胁 方舟警署设立一个叫做Neuron的特殊部队 我们玩家正式要操纵一名 刚加入这个小组的菜鸟警察 当你一开始玩的时候 你就要选择男角还是女角 你没选的那一个 则会变为你的双胞胎加伙伴 至于主角外观的客制化也有啦 只是选项有点少 脸骨鼻子长度那些没法改 不过能调整的发型 肤色衣服和瞳孔颜色 再加上自己取的名字 感觉还是可以选出个 有贵政和画风的个人风格呢 第七 Legion 你和你伙伴 不需要全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世界 因为人类最后的希望 Legion 会陪在你们身边 Legion 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兵器 透过一个叫异界锁链的连结 能够与使用者联系在一起 在还没被收服之前 他们的本体其实就是我们的敌人 Chimera 知道有些被特殊装甲束缚后 才能为人类使用 总共有五种不同形态 剑 弓 野兽 巨腕 还有斧 每一只都有不一样的外貌能力 以及攻击模式 例如野兽形态可以让你骑程 快速在战场上移动 斧头形态只是能挡住敌人的攻击 并且你随时都能够快速切换 每一只Legion 来最大化使出他们的效益 第六 协同战斗 目前释放出的战斗画面 都非常紧凑 流畅 酷到不行 但这是白金出品的我不意外 然而这一款游戏很独特 跟他们以前作品都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白金命名为 协同动作的战斗系统 让主角和Legion 能同时在场面上作战 意思是你的Legion会自己去攻击 但是你要的话 也可以随时操控它 所以随着情境不同 你可能会让你的Legion 和你都打同一个敌人 来个合作combo 或是你让它锁定 和你不一样的目标 要不可以先叫它去前面扛 你再退到旁边用道具补血 第五 多样系统 你不能够无限制的使用你的Legion 它被召唤出来之后 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 再来你跟它之间的锁链 也有些有趣的功能 像是如果你命令你的Legion 在敌人身边绕一圈 就可以短时间的束缚住它 让你能好好地用最痛的一招打 假如你可绕了它背后攻击的话 那更好 会有额外的伤害 接着某些环境的解谜 例如跨过红锅 或是打开开关 也都要靠操控Legion 才能达成 另外 跟魔兵今天的路一样 当你完成任务 或是打败一些敌人时 游戏会根据时间长短 跟你立派程度 赏哪个分数 让你有不断想进步的意愿 我特别要提这款还有个让人惊艳的地方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 游戏一开场 竟然就是个机车追逐的游玩桥段 让我们狂射敌人跟乱甩特技 我本来想说 异界锁链除了战斗 就没有其他种体验了 第四 侦探调查 结果我想的还太天真 因为到现在我才要讲 这款游戏另一个独到之处 它居然有个蛮大的调查解谜成分 透过Legion和一个叫Iris装置的帮忙 我们主角能够开启 类似蝙蝠侠的侦探视野 让我们可以到待一个犯罪现场发生过的事件 方便招出线索解开谜题 玩家我们要在环境中四处寻找可疑的物件 甚至窃听路人的对话 才能够评走出整个案件的全貌 因此考虑上有加上了这样的侦探成分 异界锁链跟白金以往纯动作游戏的分类不太一样 反而比较像Near是要被归类于动作冒险游戏哦 第三 双人合作 想想哦 战斗本身已经有两位角色在场面了 加上Switch又是个如此轻松 能够与朋友一同游玩的主机 所以当然异界锁链 也会有个双人合作模式啦 两个玩家一人一支Joycon 一位操控主角 一位操控Legion 你可能会想说 这样游戏岂不是简单很多 不过游戏总已经直接放话给你 一起玩反而挑战有增加 也是由于有很多combo 真的是需要配合才能达成啦 听到这样子的难度 我自己反倒是更兴奋哦 尽管这次双人合作不能透过网路连线 可是我宁愿有真的需要相互照应的多人模式 才值得我们去玩嘛 讲到这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个等不及加入Neuron警队的宅男 也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皮卡军团的Discord 不管是攻略分享还是搞笑时刻 我知道白金的游戏一定有超多神手的操作 可以分享来一起看哦 连接在下方资讯处 第二 半开放世界 虽然异界锁链不能算是个开放世界游戏 但它也不会像魔兵今天度那样如此线性 有人使用它的地图设计 介于魔兵的线性走廊和Neur的大型开放区域之间 平常逛地图时会给你一些事情做 像是因为你拥有Legion的关系 你看得到这些污染环境的红物质 所以也要负责清理掉它们 再来除了大地图外我们还有其他区域可以去 例如为了要解谜 有时我们得闯入到敌人的发源地异步空间里面 或者是当解完任务时 我们也可回来探索Neuron的警察总部 它类似于一个中心枢纽的地区 我们能在这里训练或者是跟NPC聊天买卖道具 连更改你和你Legion的外观都行 第一 Switch独家 这一款作品会是白金工作室 第一次在Switch上的独家 订好了8月30就要发售了 不想有人再担心 这样的动作游戏在Switch上跑得动吗 根据国外先行的测试 在连接电视的时候 异界锁链是以动态解析度的模式运行 大部分的情况都落在900批左右 在帧数方面不错 它们表示几乎都稳定地维持在30fps 尽管还是低于白金以往的60帧动作游戏 可是考虑硬体上的限制 我算是可以接手啦 反正如果游戏真的能够一直保持在30fps 不要给我突然掉帧 那操作起来应该还是不错的 OK 全部讲完了 等待下 不要忘记我们可以加入 皮卡捡利版的Discord 在那边聊天或是约打游戏都很方便的 现在就8000多个赞有在里面咯 我超期待在8月30号终于可以开始玩 但我更好奇的是 你们认为哪一款白金的作品是最经典的呢 我自己是头潜龙典影崛起啦 好 假如你觉得我这影片有趣的话 就订阅我这个小频道吧 看看你想不想我多做一点意界锁链的影片 并且请确定你有去点小铃铛哦 因为每当有新的游戏发售 我就会Po出我的皮卡实践室 所以按下铃铛或是加入我的FB推动微博 你才真的会看到我的影片上传 Pokema boy 我们就会下一次游戏皮卡路 见啦